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德地图目前已积累了海量的交通大数据 可提供全国360多个城市和所有高速公路的实时交通路况 并实现了分钟级更新 实时路况的准确率超过90% 不久前 高德地图还与阿里云一起掠手打造了城市大脑聚会交通 并在多个城市落地 目标是未来三年 将合作城市的拥堵下降 百分之10到20 丰富的人地关系 大数据生态让高德成为中国交通出行行业的五大标配 高德地图超过4亿月活跃用户成为用户标配 高德的定位能力服务30万以上移动应用成为应用标配 高德与中国市场所有主流汽车品牌达成合作成为汽车标配 高德与超过150个城市的交管部门战略合作成为交近标配 高德携手原国家旅游局 覆盖中国绝大多数5A每4A景区成为景区标配 去年 高德地图还退出一型平台 如今该平台已联合滴滴书行 神州专车 首汽约车 曹操专车 一道 地塔书行 鞋车专车 铜声专车 AA专车等网约车平台 OFO摩摆 哈罗等共享单车平台 以及飞珠 鞋长等旅游平台 今年 高德地图一型平台再次升级 将继于各地交管部门 原国家旅游局 中国迹象局等机构达成合作 大破的信息壁垒 将迹象 交通 环境 旅游 生活等与书行 紧密相关的信息有机融合 从而帮助用户做出更好的书行决策和体验 副高德集团总裁刘振飞内部信 全文 以DAO小目标 达成高德先起点的出发高德的同学们 今天 我要代表大伟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2018年10月1月19点58分 高德地图 DAO正式突破一亿大关 成为国内首个 也是唯一DAO过亿的出行类APP 对于移动互联网产品来说 DAO过亿是进入国民应有第一梯队的标志 这 意味着高德与支付宝 手机淘宝 微信 微博 今日头条的APP一起成为国民标配 同时 这也意味着在支付宝 手机淘宝等之外 阿里生态体系又新增一个DAO过亿的超级APP 大家都知道 过去几年移动互联网 已经进入到了增长相对放缓的周期 而高德自从2014年加入阿里巴巴集团以来 确定周期的做到了保持连续四年的高速增长 DAO完成了从千万两级到一级的突破 MAO和DAO双双本局地图行业第一 这可贵的增长奇迹背后 离不堪每一位高德同学的汗水和努力 过去16年 高德一直坚持用先做好一张活地图 尤其是2014年 在加入阿里巴巴以来 我们专注聚焦在用户体验的提升 好使地基并勇于创新 今天的高德 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人地关系大数据平台 覆盖了中国交通出行行业的完整生态 是一栋库联网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并且高德的价值 还会随着我们向真实世界 都渗透而变得越来越大 在今年的十一出行节中 我们围绕用户十一出游 去哪和怎么去的痛点 联合文旅部 央视网 微博发布了大国之旅榜单 面向近3500加5A每次A景区 发布了智慧景区开放平台 发布出行安全保障 联合40多个城市加管部门退出智慧优导 帮助用户躲避拥堵 升级一站式出行服务平台 用一个APPA用户提供端到端的出行解决方案 此外还退出十一出行大礼包和月云恒导航语音包 让十一全民出行 不添堵乐出游 这些举措和成绩的背后 是高德同学的勇于担当 隐瞒而上 默默付出 同时也是班委与每一位同学的相互信任 是高德个业务单元间的相互信任 是集团个BU与高德同学间的相互信任 更是我们的生态合作伙伴与高德的相互信任 大家的努力帮助高德打造了新的里程碑 战空文化是公司文化之本 从来没有欢愉的战场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我们必须不断提升每个人的斗志与虚信 我们要牢记B.A.O.Poly的背后 是每一位用户在用脚头跳 用户的信任和支持 就是鞭策我们的动力 用户的需求和体验 就是我们业务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 我们今天的成绩 意识尖上沉甸甸的责任 连接真实世界 让出行更美好 实现这个愿景 还有着太多的用户需求带解决 生逢这个技术驱动进化的时代 是我们全体高德人的幸运 成绩属于过去 未来等待被创造 让我们继续努力 围绕用户需求 拥抱行业变化 与各行业合作伙伴 共进开放生态 不断在创加季 高德巴维 2018年10月1日